爱美离中国 看远峰的家 远峰的家长城另外事实组来到了宁夏固园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固园市区的一个枝高点 大概在海拔1900米左右的古院塔上 我们在塔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整个固园城区的区域划分 在我的右手边是固园的古城 旁边是新城 那么在我们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不高大 但是非常醒目的一条山脊 那里就是距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战国秦长城 当地人将其称为长城梁 这条长城的修建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湖人的入侵 我们此次的固园第一站将从那里开始 固园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 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也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 春秋时期西北地区民族众多 有西戎八国之说 当时雄聚固园的义渠戎 乌世戎等少数民族 常与秦王朝发生战争 因此秦惠文王开始在这里修筑长城 到秦昭相往时 长城才修建完成 这段长城也被人们称为战国秦长城 固园境内的战国秦长城 横川西极 远州 彭阳三个县区 长达两百多公里 初到固园 我们请到了对战国秦长城颇有研究的冯老师 和我们一同前往 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发现今天下了非常大的雪 然后天气气温也挺冷的 但是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所建造的 战国秦长城了 从这个龙溪地区的灵桃 这是属于起点 那么经过龙溪地区 然后再经过顾原的这个六盘山地区 再经过这个甘肃的青阳地区 过去以后就经过这个陕北的这个延安地区 一直到榆林地区 接到这个黄河 黄河的西岸 大概是1700多公里 冯老师介绍 固原属黄土高原地带 秦人总结出因地形用险志在的原则来修筑长城 在平川高原的地形中 都是从原地取土修建长城 因此长城外侧形成好沟 相对斗立 内侧平缓 形成防攻优势 从山坡上远远望去 长城犹如一条巨龙 迂回曲折 虽然历经雨雪侵蚀 但仍可领略当年的雄资 因为这个战国秦长城 它是2001年国家文务局 批准为卓保单位 你看现在咱们下面开建的 拉着这种铁丝网 这就是划定的保护范 那我们现在可以登上这个城体 去看它整个的轮廓吗 可以 就是越过这个县 可以过去 那当时这个把这个护栏锁围起来 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村民耕地 然后挖土 是吧 实际就是在保护范围之内 取土呀 牛木啊 这个都不用去 冯老师告诉我们 这些长城高达七八米 即宽六到十二米 眼前我们看到的 在长城两侧突出来的小土坡 就是当年的蹲台和麻面 像这样的蹲台 每公里就有三四个 从高空俯瞰 长城脚架还能看到 错落有致的梯田 在长城的另一端 就是雇原市区 跟随冯老师 我们走上了长城梁 此时的风雪也越来越大 我们登上长城之后发现 其实两边的这个地势 是比较平坦的 我们也能看到 左手边和右手边 它是看到是整个 像是一个平原是吧 冯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 这个长城的位置呢 相当于是一个最高点 因为我们今天的 这个能见度非常的低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远处这个 这条长城的整体的走势 那么冯老师 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远处这个长城走势吗 可以看四五公里 沿着长城梁 行走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来到了敦台 我们说后的那一个 是城堡吗 城障 一般这个城障都在 长城沿线的内侧 重要的地方有城堡 那么这个城障呢 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 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小营房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的有幸看到了 雪天的长城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真真正正体验到了 一种北国风光的 这样一个特色 可以说是营装素果 整个长城被白白的雪 所覆盖着 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冯老师说 在雇员境内 长城沿线有风火台29处 城障13座 城堡观城5座 站在山脊之上 风雪从身边呼啸而过 虽然天气寒冷 但长城两次的树木 在漫天的飞雪中 依然威武挺拔 今年我是带队 队独眼境内的战工行长城 进行了一个考察 考察 当时量了这个长城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 就是拉紧绳子 给米吃吧 当时这个条件 也就是那样 我们最先进的也就是 就算结合体肩S了 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 秦朝向往时期修长城 那么到底秦朝时期 随着秦朝疆域的扩大 他把秦国 齐国的长城 赵国的长城 叶国的长城 连接修筑 就形成了最早的外立长城 自秦朝同意以后 各朝代在原有基础上增高加厚 拓宽这段长城 公元前215年 秦始皇派遣大将蒙田 北竹匈奴 又修复加固了西起临桃 东至辽东的长城万语里 以防匈奴暖尽 在经过了半天的风雪后 周围的路面已经被完全覆盖 从车窗望去 外面的长城并不十分明显 在驱车半个小时后 冯老师带我们来到了 雇原城郊的一片农田 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呢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大雪已经把整片地所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前面的地下 会不会有一些高渠之类的 你跟着我的脚印走 所以我在跟着冯老师的脚印走 你们也要慢一点 安全一点 走在高低不平的田梗间 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在雪地里行走了十分钟后 我们在冯老师的带领下 找到了隐藏在天间的烽火台 因为连续下了两天的大雪 即使五六米高的烽火台 想要爬上去也非常吃力 你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 就是当时的高平川 当时的叫高平嘛 过来这个地方叫高平 整个是一马平川 在这个川的东南方向 就是中原地区 那么这个西北方向就是关外了 就是我们身后就是西北方向 身后的西北方向关外 你看咱们现在站在这个烽火台上面 周围的世界都特别开阔 的确像冯老师所说的 我们现在属于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 对 那么我们往下看 好像像一个悬崖一样 就下陷下去了 就是个悬崖 这个长城就在这个悬崖上面 站在高地之上可以看到 远处的田地里 依稀存有几座孤寂的烽火台 由于年代久远 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土坡 冯老师介绍 战国时期这里含有着一段 曲折离奇的故事 因为在战国时候 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是义区荣国 义区荣国当时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它可以和秦国抗衡 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个秦国能统一义区荣国呢 不是就记载就说是 秦王的 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 又杀义区荣王于甘前攻 然后秦国就把这个国王杀了 秦国就起兵攻占了义区 统一了义区之后 就修筑了这一道长城 宣太后姓米又称米八子 秦昭相王继位时 义区王亲来朝贺 宣太后与义区王生下梁子 后来义区军日益壮大 秦昭相王与书太后开始密谋 攻灭义区的良策 公元前二千二年 宣太后引诱义区王入秦 并在甘前攻设下计策 杀了义区王 秦国趁机发兵攻灭义区 在义区的故地设立了 隆西 北地 上郡三郡 至今宣太后的故事仍广为流传 为了防御漠北的少数民族入侵 除了长城以外 顾元城本身也是一座 重要的军事重镇 汽车二十分钟后 冯老师带我们回到了 顾元市博物馆 在这里能看到 顾元城当年的模样 咱们现在所看到 这个回字形的古城 另外双城 也就是古代顾元城的全貌 整个的这个规模是 内城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九里三峰 高三丈五尺 那么这个外城呢 十三里七峰高是三丈六尺 包括是外城门其中的瓮城 然后内城门也有一个瓮城 对 冯老师介绍 曾经的顾元内外城 现在还有部分遗迹 仍在保留 跟随冯老师 我们来到了顾元的内城 冯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内城 内城西南角 那这个内城西南角 在什么年代被翻修了呢 因为我看到这两侧 都应该是新装 这个原来的这个城 它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咱们所看到的 这个残垣断壁的这个土城 不原为内城 它始建于西汉五帝园顶连结 那么现在这个包砖是在近两年 近两年 因为这个下面是西湖公园嘛 也就是为了保存这段 就是把这个城包起来了 公园前1114年 汉五帝为加强西北边地军事防御 至安定郡 至高平城 也就是现在的顾园 史称高平第一城 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顾园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 地处西北边地的高平城 城为割据势力对峙争夺的关爱 城池遭受严重破坏 北魏改高平为元州 北州天河四年正月 也就是公园569年 又在元高平城的外围修筑了城郭 元高平城就成为新筑城的内城 从此顾园城就有内外城回字的格局 跟随冯老师 我们来到了顾园的外城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顾园古城的外城 这个外城是周长13里期 现在这个外城是北州时期修筑的 就是我们右侧看到的 这个土夯的城墙 是北州时候 北州时期 那么这个砖包是明代砖包的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地方 很直观地看到它一个侧面 一个牵面 就是说里面是夯土 外面是墙砖 冯老师带我们沿着土墙外侧的 一条小路一直攀爬 来到了城墙之上 站在上面可以发现 古城的墙体非常宽阔 虽然多处都有破损 但还能看到顾园外城当年的雄资 据顾园县制记载 顾园城砖包之后 增设角楼 瀑房 炮台 水沟 成为明清以来西北地区的名城 冯老师说 以前顾园内外城 四面共有十道城门 门与门之间还设有瓮城 异守南宫 地理位置的突出 也让这座古城 与丝绸之路结圆 我们在资料上看到 顾园古城曾经是丝绸之路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转站 对 是有这样一说吗 是 实际上就是从秦汉时期 从秦始皇时期 这条路就开通了 因为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 它在熊市国这个地区 熊市国龙西郡 北地郡 只是到了汉代以后 张前通西域以后 这条道路才正式的命名为 丝绸之路 那也就是说 顾园古城曾经是军事和经济 所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 丝绸之路从长安 经过顾园有两条线路 一个是东段北道 一个是东段中道 东段北道就是长梁古道 这个中道基本上是 从甘肃的平梁 经过三关口以后到隆德 从隆德过去 也就是到312国道 就是现在的西兰公路 顾园古城是古代丝绸之路 东端北道上的重镇 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 途径顾园古城的东西方使者 商人等络绎不绝 贸易的往来 在给这里留下深厚历史的同时 也给这座古城增添了璀璨的瑰宝 冯老师告诉我们 在雇员博物馆内 目前依旧保存有当时的珍宝 因为博物馆正在维修 在工作人员的允许下 珍宝被放在平时拍摄的摄影棚 供我们参观 我们现在跟冯老师来到了 博物馆里的文物摄影室 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所展出的 全都是国家一级的文物 还有国宝级的 哪个是国宝级的 这个刘金银湖是国宝级的 这个是什么朝代的呢 这是1983年发掘于 北州驻国大将军 李贤夫妇和藏母出土的 这个湖它是属于 波斯萨山王朝的手工艺制品 波斯 波斯 也就是现在的伊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的这个图案的人物 他的形象啊 然后包括他的衣着 还有包括这个平底 所镶嵌的这些圆的 好似这个珍珠一样的 形状的这个东西 对 专业叫莲珠纹 这种莲珠纹是本身就是 西方传过来的 刘金银湖在波斯萨山王朝文物中 也极为罕见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刘金银湖造型别致精美 当时是用来盛装葡萄酒的容器 湖身的三种男女 描绘的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我们看到的这件 是国家留给博物馆的仿制品 珍品正在银川参加 丝绸之路连展 除此之外 博物馆还收藏了五枚 东罗马金币和一些金饰等 这一盒子里好像很特殊 东罗马金币 这是货币吗 东罗马金币 这也是从西域流传过来的 从四处之路传过来 这种金币就是双面打压成的 双面都有文士 这是1996年 也是个北州的诸国大将军 大都督元州四十田红墓里面出土的 这些来自东罗马的金币 和一件件镶嵌了绿松石的饰品 金光灿灿 让我们大开眼界 右边的这个 耳环 这是耳环吗 耳环 镶嵌的是绿松石 它跟我们平时 现在女性所戴的耳环不一样 现在女性所戴的耳环 是会有一根针 是贯穿到耳眼里的 但是现在这个你看 它中间是有缝隙的 而且好像还有环扣 对 雾园这个地方 重修战国时期 它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界地带 到了北朝隋唐这个地方 也就是民族迁徙 民族融合 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聚的地区 所以像这种耳环 应该属于一种就说是少数民族 冯老师告诉我们 展出的这几件文物中 大部分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流进银湖更是镇馆之宝 这些珍宝不仅是 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 也是丝绸之路 商贸繁盛的缩影 长城脚下的文化大园 乡村里的小剧场 基本上下台多天我们都采加 只有一户都我们都来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96集 北国风光 魅力固原 正在播出 山水遗蒙 大美临沪 青岛西海岸 度假新发现 欢迎参加 孔子家乡 浩克山东 旅游摄影大赛 一年不见 你还好吗 今天是寻山设点的 第316天 仍然有很多新发现 在这里 每天都很辛苦 但也很幸福 因为 这是一场 无怨无悔的青春 梦想一在 人生正当年 离开战国秦长城 我们继续行走在顾园 因为正值冬季 长城脚下的村庄都处于农险阶段 听当地人说 早在十年前 妙温村一名叫梁云的村民 为了丰富村里的文化生活 就利用自家的院落 办起了文化大院 召集村民 举行各种文艺演出 网受欢迎 后来附近几十个村庄 都在妙温村的影响下 办起了文化大院 在联系好院主人梁云后 我们来到了文化大院内的小剧场 这些演员和梁云一样 都是妙温村的村民 今天他们表演的节目 是回族舞蹈《白牡丹》 每逢节庆 他们还会参加社区的一些 文艺演出比赛 平时的时候在家会务农吗 做农活吗 做农活 夏天也打工吗 打工 外面打工 那你们这个舞蹈 只能是在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 尽量 中央就是冬天 农闲的时候 早上吃起 对 脸就跳 这个基本上夏天冬天 我们都采加 只有一祸 我们都累 梁云说 因为今天是排练 所以台下并没有观众 她还告诉我们 农忙时小剧场 每月要演出一两次 农闲时几乎天天演 大家在小剧场里 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梁云和妻子朱彩霞 多彩多艺 很多节目都是自编自演 吹拉弹唱 更是样样精通 不仅如此 孤云是文化馆的演员 每个季度 也都会来到文化大院 指导他们的演出 那你们演的这个舞蹈 会教给当地的一些村民吗 会 他们也会学这个吗 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们培训 做一些培训 然后制造这个 那你们是怎么做到 把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的 因为是经常组织活动 然后班内也就去 他们爱话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给他们教 搞一些 组织什么样的活动 就是比赛 先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 然后摸清了他们每个人 都喜好什么之后 才开始针对进行培训 这些演员都来自于 顾元氏文化馆 平时来小剧场演出 并没有报酬 大家就是希望 在一起热闹一下 除此之外 梁云还有一个 拿手的表演项目 台上表演的这场戏名叫 《炸丁勇》 故事讲的是 太监丁勇 信海太真兄妹谋反 后背包拯查明真相 《炸丁勇》平反太真兄妹 冤屈的故事 这段戏是梁云 从原故元氏 琴枪剧团团长 金宝莲娜里学来的 梁云从小就和傅辈学习批影戏 不仅如此 她还会制作批影 我们面前的 这些批影已经有一百多年 都是梁云从老家陕西带过来的 她告诉我们 家里五倍人都制作批影 现在她还是 宁小回族四季区的 区籍批影传承人 每月她会在文化大院里 举办一次批影培训班 教喜爱这想戏的人们 制作批影 表演批影戏 像现在操作起来的话 像这种很古老的批影 是不是更难操作呢 那还是同样 是同样的 同样 还是可以随便 随便可以刷 那比如说您操作的时候 应该是怎样去弄它 对啊 一天 都都春火 春子不晓作严弄 按时将盼盼三有三重报 就叫 碑王啊 唱的是主要讲什么了 圆蒙箴子 是杨流浪的一段唱歌 他主要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流浪 他的儿子犯了一点错误 找了清亮 最后来讲法他 惩罚他 对 惩罚他 梁云文化大院分为文化活动室 和农具博物馆两部分 在送走邻居以后 我们和梁云来到了院内的农具博物馆 这个感觉很久远啊 这几个小板件 这个是长城地下挖着出来的 这是个旧活 过去旧活 2400年了 当时是为什么要上那去挖这些东西 那个时间是我们的一个牛圈呢 在那大挖出来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长城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哎呀 那我说不来 长城反正年代也多得很了 在雇员境内的长城 是战国时期修建的长城 所以有可能这些物件就是那个时候 对对对 刚才是那个时候 梁云今年60岁 曾经当过30年的生产队队长 这间博物馆内收藏了 不同年代的农工用具 瓦罐 书画刺绣等三百多件 每一件都被它看成宝贝 梁云告诉我们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收藏 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民劳作的辛苦 现在梁云为了文化大院 已经投入了50万元 大部分钱都是前信联承包工程积攒下的 虽然困难很多 但他还坚持要继续发展下去 投资价大人 我那好这个东西也不考虑 只要自己能挣一点钱 也只花到这个商店 那当时家里谁管账啊 我管嘛 你管账啊 那阿姨您听说这个 梁老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然后家里的财政大权又是他管 心不心疼钱啊那个时候 心疼啊很心疼啊 我经常骂他 就不同意啊 我不同意 最后慢慢地 我也就想信心地 就支持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支持的 就是七八年前 就开始支持 在梁云的带领下 现在已经有30多位村民 成为了他的小剧城演员 梁云文化大院的出现 也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老两口为什么就是想说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为的就是选择当政策 把从上的聪明 叫着咱们聚一聚 一会一会都团结 他说都不也熟练 火旧的人也熟练 说鲜花的人也熟练 我演一只那场戏 我演一只对你当这两世 改和戏录一场戏 最后我说 直接咱们办到各一家年 办这个文化大院 还有把这个从事进行要过后 做种花样 尝一尝 剑一剑字 修一修华 拿一针耳壶 拿一针半壶 这些东西原因 我都能复到咱们 所以我就办理这个文化大院 妻子朱彩霞的剪纸刺绣 在当地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无论是戏曲还是收藏 都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俗话说 口袋骨了不算真负 头脑负了才最幸福 现在顾原市已经有一百多家文化大院 丰富多彩的戏曲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已经让文化大院深深地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回族婚礼 带你感受别样婚俗 那个艺人出一个节目 直到把这个功课折腾起高兴了才进行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96集 北国风光 魅力固原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有鲁花5S压榨花生油 特别呈现 中国的花生 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耗油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国味儿 鲁花香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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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的 而且是万里无云 旁边的这个山峰上会有白雪的点缀 身边还有这样的小溪会发出一些灵动的声音 那么我们今天所到的这个静元县 在固园境内是属于回族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正巧今天在那里会有一户人家举办最传统的回族婚礼 我们今天一起去感受一下 京元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 因京河发源于此而得名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人家就住在京元县城 当地民俗专家马玲恰好是新娘的朋友 她告诉我们回族婚礼一般要举行三天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新娘家 给我们开门的是新娘的父亲李外良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 是新郎来送大礼的日子 这个送大礼是一个环节吗 一个流程吗 对 必须送 这送什么呢 主要是女方结婚前要穿着一些衣服 还有首饰 还有鞋 就像是下聘礼一样 回族婚室礼结繁多 在送大礼之前 南方家长还有请没人提亲 李燕说 可以让我们先看看 今天南方送来的大礼 现在床上摆的这个 就是你结婚当天要穿的衣服 这个红色的这个婚纱 然后还有这个大衣 这包裹里是什么 也是聘礼吗 也是聘礼 对 能打开看吗 我们很好奇 看看都有哪些东西 这些都是你们结婚当天要用的 我看 这个是你们的胸针 然后这个 这是首饰 小红鞋 都是红色的 很吸引性 回族长辈把给子女完婚 办婚礼称为谢蛋子 大礼中除了服装和首饰外 从锅碗瓢盆到水壶 被褥等居家用品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 南方家还准备了两万块钱的礼金 新郎马勇和新娘李燕 从小学三年级就相识 可谓是青梅竹马 我们两个是从小在一个院子长大吗 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上学 后来我爸来县城做生意 把我转过来了 我刚转过来的时候 这边没有朋友 院子里就我们几个 其他的朋友都不认识 我们就几个在一起玩 感情基础深 是吧 所以说 都了解 所以谈什么都了解 他从小长大 他什么性格呀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知道 李燕毕业于宁夏师范学院 现在是龙德县杨河中心小区的 名美术老师 马勇现在跟父亲做一些小生意 因为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 马灵说 根据习俗 家里要为新娘洗大镜 开脸 演变到今天 相当于婚前去美容院梳妆打扮 我们现在面前所摆的这几样 就是即将要拔脸的工具了 哪个是第一步呢 线 只要这要一根小线 对 就这个就可以把脸上的汗毛 所拔掉了 就是 那这个拔脸的这个习俗 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了 流传了大概两千年 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 在我们身边做的 这个是新娘的母亲 然后这位是您的什么人 舅妈 舅妈 开脸是去除面目的汗毛 剪七额发和鬓角的仪式 开脸人必须是父母子女双全的妇人 现挨到人的面部 扯开 合拢 磕脚去脸部的细毛 但过程中已有些许疼痛 开脸过后 还要把事先准备好的银戒指 塞入到熟机袋中 用袋子包起来反复擦拭 马琳告诉我们 因为会沾染到面部的毒素 银饰也会变色 我们来看一看吧 现在全部按摩完了之后 这个中间的戒指会不会改变原则 会改变 是吧 你看已经 已经是变了颜色了 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戒指 对比一下 发现它们两个区别非常的大了 左边的戒指就是刚刚 没有放到金袋里的一个银戒指 然后现在这个呢 感觉整个都好像变成了金黄色一样 开脸之后面部光洁美丽 这是中国古时候 早期的美容方法之一 在舅妈和母亲的陪伴下 梳洗完毕后 新娘的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婚礼第二天是允许新娘的日子 我们早上八点就回到了这里 新娘已经化好了妆 从头到脚 一身红色很是喜庆 怎么就两个人结婚啊 新郎呢 按当地习俗 这个新郎今天不能来迎亲 这都是他新郎的哥哥 或者弟弟来和媳妇来结婚 这个是什么 这叫撒习果 撒习果 这个习俗从这个圆 圆磨没有处置盛行 撒完喜果后 接亲人会为新娘披上红盖头 新娘在妇女的陪同下坐上花车 妇女的人选一般为新娘的姐妹或者亲属 新娘上车后 家人们也开始帮忙 把陪送的嫁妆带上车 此时新郎已经在婚房 乔首以盘 与其他婚礼不同的是 回族婚礼并不明放鞭炮 而是主张节俭 婚车到后 新郎在众人的簇拥下 把新娘背上楼 今天新娘出嫁 姑姑也随她一起来到新房陪伴 让我们惊讶的是 给新娘接盖头的并不是新郎 而是她的长辈 马玲说 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才可以 刚刚听马老师说 还有一个不是要摆针线 那个是什么 就是摆一些 就给我给他们家人准备的礼物 都准备哪些了 你看就这个枕头 这是一对 这是给我们婆家的爸妈准备的 还有双是给我们公公 给你公公准备的 这个是家里的长辈 一双鞋子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鞋子 鞋子它代表和谐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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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针线 过去是为了看新娘子的针线活做得如何 将她喂过门时给公婆做的鞋 丈夫的衣服 绣花枕套等 一一展示出来让大家欣赏 同时还要请一位财思敏捷 能说会道的人 激情编辞演说 夸耀 渲燃 向众人介绍 新娘是个心灵手巧 聪明能干的人 让亲朋好友对新娘有一个好的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已经演变成为 给南方亲属准备的各种礼物 除此之外 在回族婚礼上 大家还要出主意 让新媳妇耍公婆 这都是原来的一些习俗 一直保留着 这新房 进房小 要不的话人一多更热闹 那个一人出一个节目 直到把这个公婆折腾去 高兴了才惊醒 虽然刷公婆 现在已经成为婚礼上一种形式 但媳妇的这份孝心 却让公公婆婆感到内心温暖 在闹完洞房之后 一家人来到了婚宴现场 今天的宾客 大多是新郎家的亲戚和朋友 宴席上也准备了 回族传统的美食 酒大碗 对 这边已经做好了 这是什么 凉拌牛肉 哎呀 你看看 真是色香味俱全 我特别想拿一锅吃一口 我们今天的牛肉是非常好的 你一会儿好好尝一下 除了凉拌牛肉外 还有菊菜 红烧鱼 老糟 羊肉白萝卜和八宝甜饭 等特色美食 每一样看起来都十分有人 酒大碗的食材 都是用大铁锅来熬煮 整个厨房都充满了香气 这个做的是什么 这是红烧牛排 小牛排 对 对 每个牛排都不大 都这么大 对 对 看这个肉 而且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红烧的做法 当我看了放了一层的辣椒 这是当地人的口味 对 当地人的口味 这一锅熬了多久 就是四个小时 熬了四个小时 您今早几点开始做的菜 八点 马良德做了二十年的厨师 经元县很多人摆宴席 都会找他帮忙 听他说 准备这些食材 就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为了这场婚礼 双方家人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 因为回族的婚宴上 一般是不白酒的 所以主人家 早已准备好茶点和糖块 阿红也要对新郎新娘 进行训导性的讲话 教育新婚夫妇 要尊敬父母 要互敬互暗 大家纷纷上前 送来对新人的祝福 等宾客做齐后 婚宴正式开始 平常我们是酒大碗 今天是主人特意加了一道决菜 这样一来就是食权食美 也是有这个吉祥韵语在里面的 这块离我比较近 我们来尝一下热菜 这一道菜就是 刚刚我在后厨的时候 处一些欲滴的那一道菜 红烧牛肉 嚼起来很有嚼劲 但是没看 它这是整块的瘦肉 可是并不柴 吃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回族婚礼提倡节俭 并不讲究奢华排场 吃喜宴的人穿着朴实 桌子上的菜品更是实惠可口 按照规矩 新人到最后才能上桌吃饭 新娘在婚后的几天里 还要去南方的亲属家拜访 感谢他们的祝福 然后再回门看望父母 京原型的回族 大多数来自于陕西各地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50多年 不仅延续着回族 饮食 礼仪等传统民俗特征 婚礼更是他们一生中的 头等大事 在此我们市制组 也祝福这对新人 在未来的生活中 幸福美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顺者 李宗盛 我说 托语有武差 谁在吟唱那首初赛 一腔血 始终澎湃 其般无常风万里 无前在平泽节拍 一方轻转一曲万月内 此牌 且盼我装置豪迈 问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 水影前有差 山河如花 山河如花